欢迎视角看世界,大家好,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鬼吹灯里面出尽风头的摸金效尾 在历史上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鬼吹灯里面最精彩的就属于那一句口诀 叫做寻龙分金看禅山 一从禅室一从关 关门如有八从险不出阴阳八卦行 这句口诀也是很多喜欢传统堪语文化人经常拿出来装逼的口诀 其实这句口诀是改编自堪语书籍《汉龙经》里面的一段话 这本书是唐代风水大师杨军松写的《九星吉凶》 关于九星的内容的话,以前我在视频中讲过 这里的话我就不细讲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的话主要也不是讲堪语 在原文的连真心第五章中 其原始的口诀是这样的 寻龙十万看禅山 一从禅室一从关 连真以具贪囊类 更述此片为祥灾 这才是这个口诀的原始的模样 在鬼吹灯里面摸进校尉门 通常都是精通寻龙诀和分金定穴 他们可以根据地形地貌 判断出此地是否有古墓 古墓的年代结构 以及是否有宝藏等等一些系列 而且他们都是伸手脚尖很崇荣地躲过 屋中的各种机关可谓是赚足了眼球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摸金校尉了 据史书记载摸金校尉是起源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 至汉代陈寗所写的 为元少谢渝州 东汉末年大家都知道群雄并起天下大乱 许多的军法为补充军饷 常常是做一些盗墓赚钱的勾搭 通过墓中的钱财来补贴军饷 史书上也记载 汉墓的话是石室九空 这些也都是这些军法所为 三国争霸初期曹操拉为了谜补军饷的路 设立了发丘中南将摩金校尉的军衔 他们主要是做的什么 就是专门盗取墓室中的财富补贴军饷 在魏元少谢渝州的原文中是这样写的 曹右特制发丘中南将摩金校尉 所过回途无海不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曹操专门设置了发丘中南将和摩金校尉 两个职人部门 他们专门是来盗取墓中的财富 所过的地方 所有的墓室接回 而且墓主的海谷到处的移路 东汉末年军阀林立 长年的混战 百姓往往因为战乱流离失所 但是学过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这之前 汉朝的社会却是经济繁荣 国力昌盛的 各代帝王的林木修的是非常豪华气派 里面的奇珍异宝 数不胜数 由于君王的带头 汉朝后葬成风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许多军阀就把目光 冰上了这个盗墓的古老行当上面 当然了曹操他也不例外 按照常理来说 这那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行当 但是曹操的性格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的话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正所谓大行不顾戏锦 大礼不辞小让 三国初期 以汉朝珍惜将军为字的曹操了 哪里会顾得上这些细枝末节 只要军队能吃的饱饭 能够打胜仗就行了 为此曹操也没有少背负骂名 据说在曹操之时 摩金校尉的话是有正规的军事编制 而且统一受军队管理 在曹操之后 这些盗墓者皆以各自为政 同行之间并无师徒之分 只要凡是以摩金盗墓者 都均称为自己是摩金校尉 这些摩金校尉 他们通常都是很精通 寻农绝合 分金定穴 换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这些盗墓者也不是不学无术 他们也有自己的技能 是搞技术盗墓的 其实在古代很多厉害的盗墓者的话 他们另外一个身份的话 也是风水大师 这些盗墓者在形式上 往往都很喜欢单打独斗 不喜欢与别人合作 除非是遇到了极大的墓穴 或者是很大的困难 才会组成五人以下的小团体一起行动 似乎这也能说明历史上摩金校尉的出处 但是此事存在很大的一个疑点 魏元绍谢渝周 他的背景的话是元绍率军与曹操开战 元绍的话是命陈林写此谢文 目的的话主要是为了抹黑曹操 使自己来私出有名 当时的话东卓携天子 天子来就逃回了洛阳 曹操听此来就连忙率众 赶到洛阳秦王 从此来就奉天子以讨不成 别人的话说法就是 携天子以令诸侯 元绍见曹操 盈利天子获利颇奉 也想分一杯羹 于是出师讨伐曹操 为了使自己私出有名 就命陈林写下了 为元绍写渝周的文 指责曹操设置 八丘中郎江和摸金校尉等官职 专门用来盗墓 盗墓的话从来都是一个 不光彩的职业 盗墓者也常常受到天下人的唾弃 虽然说曹操并未坚决的否认过 自己派人盗墓这件事情 但是公然为此设立官职 大张旗鼓的去宣扬 刨坟的说法的话 也有一些说不过去 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 再见